Hello大家好,又回到Pokémon信長之夜望 上次講到我們進度打完三個屬性的城池 之後我們就要選下一個進攻的城池 首先我們看看 這邊就是格鬥偏多的城 這邊就是雷和水較多的城 基本上如果打雷會比較好 然後進攻這個蟲是最好的 但我偏要打這個格鬥 我們向這個難度挑戰 你看到格鬥的數值偏向都高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去處理它 你看到它左下角寫著873的戰力 基本上都頗難打 我們就要整理一下這個人 但是首先我們要先跳過下一個月 他們可不可以打贏這兩隻 我們不要浪費這個回合 打完這個我們直接就出發了 OK 你看到它的數值偏低,只有六十多 基本上就玩完了 咬它 然後就可以去這裡 然後我們踢它 非常好 這個草技 搞定了 全部武將行動完畢 我們來到下一個回合 對面也沒有做任何的 戰略 侵略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把所有能夠 能夠打人的精靈 放在同一個城鎮上 把他們集中 好 好 可以了 這裡基本上可以直接打 也可以選擇吃爆 因為你看到它這個士氣都比較低 但是我們偏不敢做 我們直接 Safe 直接開打 已經等了很久 你看到我的陣容 都打了很多野生精靈 拿了很多武將回來 基本上我們要進攻 離合戰 不多說了 這個是 什麼 老津二魂 有很多格鬥系的拳鬥 好像這個衣背和波波球要小心 那方如果有飛行或超人力就好 不需要 直接開打 基本上衣背不能直接走到對手前面 要在後面做一些支援 不能在這裡輸 一定會爭奪最終勝利 好 發起戰鬥 看看對面會說些什麼 拳鬥國家 攻後多士 攻後多士 是指 鬥造的首領武將 實在太弱小 攻打他們沒有意義 戰方萬宜的北方 距離這裡還是很遠 恐怕那裡才是你目標所在 看看你可以帶來什麼樂趣 來之不易的合戰 OK 五回合內被奪取 我方全部被打到就為止失敗 我又要守活其前 他還要守五彎 連結的界限有道 這句說話的意思明不明 不過這個也是賭博 至於連結的界限狀態 一旦受到高月技能攻擊就會被打燒 不知道什麼意思 什麼叫被打燒 好 其實他們血量也偏低 可能是否因為士氣低 不要緊 我們有的是經驗 好 這兩隻我們不要走那麼近 這裡走遠一點 我們慢慢走過去 好 對面基本上都是連繩一線走過來 我們不能走上去的 搞錯 放大步形狀可以飛 好 拿了 我之旗 無論如何都要站在這個位置 哎呀 那就麻煩了 我們先站在這裡 普通是不能走太前 這裏我們找些人走下路 因為始終我們找些人走下路 進攻他們 就這樣 對面也是直接拿旗 嘩 聶衝過來 好 這個草是送上去送死 好我們先攻擊他 打他57 可以 可以試一試E貝打多少 E貝打20 你不打了 這次 如果這裡不打的話 呢 看看先 這裡其實應該要打的 老實說 這裡打多少 這裡打5滴 算是E貝那邊就剛剛好 上來這裡呢 打9滴和10滴 那不如不要打了 直接打一隻猴子 OK 擊中要害 基本上E貝上去就肯定打得死了 除非他不中 也不可能 好 先搞定一件 之後我們立刻退後 立刻撤退 千萬不要跟他打 然後這裡呢 我們就包抄 波波球因為沒有二次行動 所以其實不是那麼好行動 我們說有企前一格 算吧 就這樣吧 看看對面做了什麼 你們會直接攻擊還是拿旗 對面也是拿旗 沒什麼特別 失誤了他知道技能 而他那隻的BOSS也是不會進攻 他全部都是靠一些 靠一些什麼 靠一些小兵去打人 2號怪力 超浮 他有什麼技能 命中提升3% 不是3回合 這個呢 我可以回血 OK 知道可不可以打人 不行 所以他無論如何都要 對 他不可以打人 因為有高低差 所以只能在後面包抄他 不要緊 不要緊 先撞死這些東西 我覺得要 好 這裡呢 就 撞他 然後這裡呢 就助跑撞他 這裡回血 這個全神灌珠 移動力 沒什麼特別 可以飛一飛 先撞他 我們不要走 衣背上 但對面已經先手想過來打我 那沒問題 因為他走過去 我們就可以集火他了 HP有回血 喔 他頂著這條路 真是可惡的家夥 他這麼聰明 先撞一下他 我們打他 應該可以打死他 我們兩個集火他 打死他 打多兩下 一下而已 那就糟糕了 波波他有機會死了 這裏 這裏拍不到他 因為差兩格 來緊啊 援軍 來緊等等 這裏卡住 真是一個問題 算了 先轉去 加防之後 對面搶旗 我會輸 還會輸 五回合內取回 沒問題 對面這樣更好 這樣反而我們還有好處 打錯了 這一下 真是假的 撞這個 撞了他下去 哎呀 哎呀 不錯 撞了他下去 這裡我們站這個位 然後打他 然後給E背上來 再打這個 好 接著呢 就可以來這裡 踩 踩旗 然後 波波球 這些可以過來 火珠也是 好 對面動不了 對面掉下去 啊 那就是說 其實這個也會掉下去 是吧 如果噴他的話 是吧 嘗嘗 真的會掉下去 OK 理論上他應該這裡要等 要等五回合 既然是這樣我們有另一個策略 接著我們找 我們找人在門口頂著他 不要讓他走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行不行 應該可以吧 OK來試一試 要按下去嗎 首先要求完美 不完美的話 就不是賭博 無法預測勝負的盒子才有意思 看看有什麼機關 我以為有機關 不行 沒問題 站這裡 或者站這裡應該都可以頂住 就這樣 對面來了 對面已經開始來了 問題不大 我們依然可以繼續頂下去 這裡只有19 其實可以殺死他 其實可以殺死他 OK搞定 我們可以拿這個道具 然後這個位置我們可以噴火 咦 我想到一個辦法 我們可以找一隻蟲 塞住他在這個位置 塞住這個位置 如果他不聰明的話 其實他不會移位 我們可以照樣地打 OK 然後這些蟲 其實可以站在這裡 準備 波加曼 其實也可以站在這裡準備 OK 可以這樣完成 是不是 應該不會動 對面不會動 對面不會動 這裡簡單 這裡我們可以直接換走 然後再派另一隻蟲上去頂 然後再派另一隻蟲上去 這個火龍不斗翁 逐個逐個上去頂 這樣就贏 贏了 我們靠頭腦來獲勝 這個戰鬥 對面就是放手刀 雖然他有爆擊 但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有兩三隻蟲 可以在這裡替換 哇 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 已經必勝了 這個計劃 對面的手刀 基本上贏了 我們可以打開阿屎的治癒之歌 然後就可以完結了 對面動都動不了 OK 勝出了 拳鬥陣已經佔領了 我們不是靠實力 是靠自取勝利 非常好 非常好